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是电动车富豪 因为拥有电动车很多 再来也是汽车打人 又是充电家民营业者 所以我觉得今天借助您的经验 分享更多细节 好不好 好 那首先先问 来 几个问题 大家可能平常最会要问到的 我们一一来看 想买电动车 家里一定要装充电装吗 就是必备要件吗 来 我们有圈插牌 各位 不如我们来举一下 我个人 我其实没想到我会举这个答案 好 我们看一下 现场就有看 你选了圈 等一下来问问 到底为什么 好 那我先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想法好了 我家里面呢 因为是住在山边 在我当时对电动车 其实说实话 包括了充电体验有很多问号 有很不安全感 这种感觉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你一定要有充电桩 才能买电动车 所以我订了车之后 我就拉充电桩 然后我发现 我们家因为山边那个线拉很长 我最后的成本 可能说出来有点吓人 我花了十多万装那一支充电桩 其实说实话 如果印象我现在这样子用下来 我发现我那个根本不可能回本 就我省了那个钱 你知道吗 就有人可能觉得 你去外面快充成本也还是有的 但我后来发现 如果以我的充电频率 一个礼拜只充一次 然后我花了那十几万 我都不如去快充家里就好了 好 这是我的个人经验 对不对 那各位 小兰 你家里也装了充电桩 可是你也举叉 对 其实我一开始 应该说到现在 坦白说我觉得还是家里有充电桩 绝对是最方便的 因为然后你就回到家插着 然后隔天要出门的时候再把它拔掉就好 但是呢就是因为 一个是我自己近期 就大概这半年多来的体验 就发现说 其实现在台湾的充电站真的是越来越多 然后你比较常去的 这些地方几乎都可以充电 所以充电它真的是越来越方便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身边有几个朋友 那他们都是没有 家里没有充电桩的 像有一个是大楼怎么样都不给他们装 然后呢 以他的整个生活形态来讲 像他也是一个礼拜大概要充一次 然后他就会固定在礼拜六的早上 然后去他们家附近充电 然后顺便自己放风一下 那另外一个是营业车 他是开营业车的朋友 他最近就交N7嘛 那他是住淡水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淡水你要去哪边充? 他说他都跑去关渡了Upower 他说因为他后来有发现说 其实他几个充电站来讲 那边是离他很近 而且充电最快 所以我就发现说 其实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状态 或是你的生活形态下 有时候你没有充电桩 不一定真的会比较麻烦 而且啊 而且就是就像刚刚多音姐讲了 有时候你家里装充电桩的时候 其实那个成本加起来 你真的要很久才回本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 朋友家里没有充电桩 也用电动车 郑姐其实 所以我刚刚举的是叉叉牌 就是不一定要装充电桩 而事实上我家其实 因为算是新社区 然后有自己的车库 所以应该是可以装的 但是我那时候买了车以后 我也是想装充电桩 我就问了一下 就跟终于发现了一样的答案 就是哇 怎么这么贵 比我想象中贵 那我要买电动车来省钱的这个目的 不就被破除掉了吗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 要不然就用铝充 但铝充因为110220的充电 真的是蛮慢的 要不然呢因为我刚好就是 我家住基隆跟林口都有住 然后这附近呢刚好也有 都有U-Power的那个快充站 很方便 然后我就觉得 那其实就不用再花这笔钱 但是我们现场有对夫妻党 他们觉得答案不一样 你们两位为什么要看你会说你觉得需要 就是纯粹呢车库太大 怎么说 就是车库在美国家里就是车库这么大 你就干嘛不装充电桩呢 还可以装Powerwall 还可以装个电池进去 对啊 而且坦白说你就不用跟大家在外面挤 美国的充电的电网 基本上还是沿着公路盖比较多 对还算OK啦 就是road trip的时候还可以 但是你就觉得反正地那么大 对不用浪费 不用浪费 那反正为什么美系太太你觉得不需要 我们住台湾的 就是住林口那边 其实我们社区下面就有那个慢充充电桩 可是如果你下去充的话 你还要等它 然后你今天下午 我听充完可能别人需要充 那我可能还要回去把车子离开 然后再回来 而且就是台湾真的充电桩 快充真的超多地方都有 所以你们两位分享的经验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台湾 我们听出来了 对吧 对 如果真的我们就立足在这里 就是真的住在台湾 我们活动场域就是这样的话 其实你就觉得 真的不许 省一笔钱 对 拿来当充电金也很好用 是 对不对 Bob哥 现在有越来越多人 在你推坑他买电动车的时候 附带条件就是 你不用穿中电装是这样吗 其实我可以这样讲 我看着终于长大 因为终于当时我推跟他买电动车的时候 终于可能还记得 我就说终于你就去买 然后你后悔了之后 没关系 那台车卖掉 算我的 真的 Bob哥是这么说的 我当时是这样跟他讲 那终于买的时候 我相信在很多朋友 在买电动车之前 他大概都跟 我们曾经度过的那个阶段一样 就觉得应该有一个充电桩 比较方便 那我现在 因为我公司当然有充电桩 我公司还有两个充电桩 但是我们有十台车 所以我们有十台车 其实我们真的要排到那个位置 其实有时候也不太容易 但是我们一台车 平均我们公共车 大概要开5万公里 那我们这么长距离 长强度 高强度的这样使用 我们 一定都不是靠我们的加充 去补电的 所以我们都是靠 我们自己在外面的 这些快充的网络 所以再回答一个现实的问题 就是台湾 如果真的要装充电桩 才能用电动车 因为台湾自有车位才50% 就是有50%的人 根本连车位都没有 他要租啊 要租车位 对 像你去新北市 有时候会看那个停车场 附近都没有大楼 然后但是停车场 两三百位置都停满了 你会看到有些人 是骑摩车过来 开他的车子 那如果那个车位不是他的 那是不是他永远就要被排除 在使用电动车的这个族群以外 所以我认为应该要有一个方法 就是不用充电 家用充电桩 也都可以使用电动车 那我们就实际上 亲身去实践这件事情 所以我认为其实不太需要 还是可以使用 而且现阶段 而且可预见的未来 你的那个电网的架构 你只会越来越多 站点只会越来越多 可是郑姐 因为你也是在没有充电桩的基础之上 你就买了电动车 所以你一开始在选充电站的时候 是怎么样 离家最近 还是说你还是会比较一下 到底不同的业者 他们有不同的特色吗 还是你给他什么样的期待 然后去找呢 其实就像刚刚讲的 最主要最主要 当然就是地点 地点来讲的话 你家旁边就有 这是最方便的 那除了这个部分 因为后来我在实际使用电动车以后 我发现还有一个状况 那时候没想到 就是可能要出差 有的时候要跑新竹 跑台中跑台南 那这个时候长途的时候 更重视的就变成是 交流到附近要有电站 这个东西就变很重要 要不然其实很好玩 有一种东西叫熟悉路程的一个 的习惯 就是你熟悉的路程 跑三公里 你会觉得很近 但是你不熟的路程 你跑三公里 你就会觉得很远 觉得我是不是走错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 如果交流到就有充电站的话 你就不用下交道 还要再去找 不熟悉的地方 找出一个充电站来 这样一来呢 你就觉得你这个过程 会更加的顺畅 因为也会觉得 你对电动车就没有那么排斥 那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 当然像充电站 它到底是快充还是慢充 这也很差别很大 快充的话 二三十分钟 其实什么车几乎都几乎 那你觉得车主是不是 他还是会优先选 例如说我这个品牌 有跟哪些业者合作 我就从那几个业者里面去使用 这是一定的 因为有些有所谓的 购车的充电金嘛 对不对 当你不用花钱的时候 当然是比花钱好啊 所以一定 如果说你当初买车的时候 业者就已经提供 你充电金的话 这样子来讲的话 你当然就会跟他配合的 意愿就会更高 除此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啦 像是站体的设计 有些站体可能刚刚讲的 在很偏僻的地方 甚至有些地方看起来 甚至你就会有点可怕 你三更半夜 一个人在车上 然后待在那边待半个小时 而且这个可能女生顾虑更多 像我就会在意说 那个地方明不明亮 然后旁边会不会有一些商店 然后会有人经过 因为有时候万一你晚上充电 然后再来就是 有没有遮雨棚 说实话 你下雨天充电的时候 你下雨天你也不想在那边淋雨 对 然后充电枪轻不轻盈 会不会太重 我没办法 还有快充站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充电枪除了重以外 它其实也很粗 为了流更多的电流过去 所以其实如果说 每台车的充电口 划到在不同的位置 你的车位也要更大 这样才不用拉着线的时候 有时候还怕刮到自己车 或刮到别人的车 这也都很重要 那我们来看 那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现在好像你比较容易 可以看到充电站 充电桩 但是数量到底够不够呢 Bob哥 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调查的数字 中华征信所公布的 他说台湾的车装比 现在不成比例 那加充设置又很困难 这是两大挑战 您所了解的现况是 其实我看中华征信所 这个报告 他其实指出说 最主要是他说 因为现在台湾的车装比 也就是说 一个充电桩要服务的电动车 大概是 他统计出来是 39.7比1 大概就40比1 那他就对比说 欧盟其实有建议值 欧盟觉得说 充电桩当然要跟电动车 要有一个比例的平衡 他说欧盟是10比1 但其实我指引上去细查之后 其实欧盟的建议值 他分两个 就刚刚正姐提到 你在补电的时候 你用慢充补电 跟用快充补电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场景 那欧盟有建议说 如果是慢充装 应该跟车子的数量 要10比1 那如果是快充的话 其实只要80比1就好 因为快充 因为每台车 其实补电很快 所以一个快充装 可以服务的车子数量 是够多的 但是交通部 其实有统计 目前台湾 大概有差不多 接近8万台车 但是台湾的慢充装 其实已经有7000多支了 所以其实这个 这个资料 我不知道他是从来统计 因为他这个发布的时间 是8月 对 很近 但是交通部直接有出来澄清说 其实台湾现在的慢充装 就已经7000多支 所以慢充是10比1 所以其实这个 跟欧盟的建议值是接近的 另外一个是 如果是快充装 台湾的快充装的数量 超乎大家想象 快充装跟车子的数量 是35 34点多比1 就等于是比欧盟建议的80比1 还要密度高一倍 也就是说如果以充电的基础 建设来讲 台湾其实目前实用起来 其实大概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那但是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 普遍大部分人就是 比如说你还没买电动车 你也不晓得实际上电动车 在使用充电的时候 到底是 容易找到充电桩 你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 你第一感觉 你就又却步了 对你就会觉得说 原来现在充电桩还不够 还不够 那我等过一阵子再来买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个报告 在内容上面来讲 没有做得非常的精确 因为慢充的数量 其实是有很多了 对 其实跟欧盟的建议 10比1是一样的 对 那快充甚至比欧盟建议的数量 其实高了一倍 对啊 那这样的感觉说 其实所谓的充电桩 不成比例这件事情 Bub哥有做一点澄清 但是充电桩在那里 使用体验却不一定伤头 对不对 我们来聊一聊 我们自己各自的充电体验 没有遇过一些 你自己觉得 它确实产生了一些困难或障碍 或不如你预期的 我们从美希太太开始 好咯 好 我是觉得因为 台湾就是以高速公路为主 如果南北的要走的话 那当然就是 如果充电站都该在 高速公路旁边交流到 或者是休息站是最好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去的时候好像其实因为 毕竟车辆数跟充电桩数 还是稍稍有点差距 所以去的时候 会需要有点运气 可能蛮多车子都已经在那里了 对 如果在休息站的话 所以你在休息站 曾经就是充不到电 对吧 要等一下 等一下 等那台车充 大概我们等它 大概等个五分钟 它充完 我们就进去充这样子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停车场 因为很多充电站放在停车场里面 可是大家知道台湾的停车场都超级小的 不管是路线啊 然后你如果只是开油车的话 你可能可以随便选任何位置 但是如果你充电桩就是在那里 本来就是放了充电桩进去之后 位置就变更小了 然后你要进去 然后还要倒车进去 其实真的有一点困难 尤其是对停车技术不太好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些停车场 它虽然有电动的慢充 但是你看得到你吃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发现其他的车 它正在等车位 上面虽然有些电动车位 可能有两个 可是你又不能跨过它们直接飞过去 所以你也只能在外面等 你就会放弃 对不对 明知里面有充电车位 你也用不到 那Cam你有什么样的经验 会让你觉得不方便 我先提供在美国的经验 我们那时候有开电动车 环绕美国一圈 那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是等于是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那时候最大困扰是 你可以去充电 但是你附近 你想上厕所 你想要买东西 不一定可以 就是周边 他只负责盖充电站给你 他没有负责盖便积商店 盖厕所给你 所以这是比较 有时候你就是为了上厕所 你得跑 走路再走10分钟 还跨过高速公路 那就比较痛苦一点 这是美国 那在台湾的话 我遇到问题就是 就刚刚讲的那个部分 你到每次在 公有的停车场 那些进不去是另外一回事 进去之后 一定有人跟你一起 就是比你少 在那边充电人更多 你很难排到位置 这个就是 我就希望说 能不能再多一点 再多一点 对对对 那郑姐你觉得 有哪些充电经验 在你眼中会觉得这是NG 我觉得这个我要讲的跟驾驶道的比较有关系 你有的时候去共有停车场 或者是百货公司 会看到很多油车 他还是站在停在电车的位置上面 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 其实你换个角度想 连产障车位 连富有车位都有人站了 充电车位人家可能不站吗 这是个人公德心的问题 除此之外 我稍微八个小牢骚好了 我是我的车是CCS1的车子 所以我每次以前去停 其实去找充电位 其实都算快的 因为大部分都是一群特斯拉在那边排队 但是呢 最近呢 自从纳智杰的N7卖得好以后 CCS1突然之间变得炙手可乐 你知道 那特别是如果说 我刚刚讲的 像百货公司或公园这种 他们是属于慢充的情况下的话 我常常看到 我要去逛街 所以我进百货公司 然后我说 没有位置 好吧 那我就停一班位置 就有时候逛个五个小时 回来的时候 那台车也还是停在那边充电 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说 哇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 像刚刚爸爸哥讲的 翻桌率就没有办法提升 我们好像有一个秉图 可以看到 目前台湾快充规格占比 就是各个业者 他们 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秉图 来 CCS1有1015枪 CCS2有1015枪 CCS1有824枪 然后TBC当然特斯拉 他们就在做 然后Chartembo是很少的 但爸爸哥这个比例上 他会在经过不同的条件 有一个偶配吗 其实CCS2会多 最主要是因为 TESLA的Supercharger的占 就有100多座 大概105座 那他每一站现在新的 新的Supercharger 基本上CCS2 可能都有占2 3分以上 所以光是TESLA自己的 CCS2 大概就有六七百枪 另外就是像我们做第三方业者 我们当然同时希望可以提供 给CCS1的车主 就尽量大家都不要等 跟CCS2 也都需要有服务的这种可能性 那我觉得快充站在设置的时候 其实刚刚几位来宾都是好朋友 我们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最早期 在想象要盖充电站的时候 其实我们第一时间就没有决定 要在停车场里面设 因为停车场是 虽然你充电的时候 虽然是车子要停着 但是充电所需要的车格大小 跟停车所需要的车格大小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设计 因为Bob哥你们最初 就是因为觉得 你可能没有遇到 最理想的充电环境 干脆自己来做 对不对 然后今天大家有看到 我们的摄影棚吗 我们为了要让大家更理解说 到底充电体验 它差距在哪里 我们就实际的把U-Power 平常我们去充电的时候 他们的充电的车格 就是长这样 间距我们连间距都拉得一模一样 所以这两台车 就是在U-Power的充电站 怎么停 现在在我们的摄影棚里面 它就怎么停 那你觉得这有什么 值得来说的地方吗 各位我先做一个动作 导播你可不可以先跟着我的镜头 来到这两台车中间 EV9大家都知道它很大台 对不对 旁边Model Y 体量也不小 这两台车都停在 停车格的充电格里面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是在传统的停车场 各位我很怕遇到什么 就是停车场的车格 通常都很小很紧 你车门一打开 你最怕什么 怕撞到人家的车门 但你们发现 它现在拉出了这个间距之后 完全都没有这种困扰 而且你就不用担心人家开哨兵模式的时候 可能记录到你说 你有靠到我的车哦 你不要动作不知道哦 好 爸爸哥 请问一下 这中间的距离是你们特别当时有设计过吗 对 其实因为我们自己在停车的时候 我们都不喜欢停小车位 是 所以今天终于有一次的机会是 那个车格是我决定大小 因为法规只有2米5嘛 就是一般的停车场的法规只有2米5 但是你想想看 现在的车子大概普遍车宽都到2米 那你停下去之后 充电还要有一些操作空间 所以你光是一般停车就已经很辛苦了 所以我们当时在想象充电的场域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就决定 我们就是要用专用场域 就是我们要特别去找一块地 然后它就是目的就是为了充电 它不会跟其他需求竞争 其实大家刚刚几位来宾讲到痛点 比如说明明那个停车场里面就是有充电车格 但是这个停车场已经刻满了 我要跟着排队 那这时候你的这种停车跟充电的这种需求 就会变成一种竞争关系 而且我也听过有些油车主会说 我们这里本来停车位就很少了 然后你看那个充电车格在那里 它也不一定都有用到 这样 对 那有些人说 那你像我们的YouPower的充电站 我们都没有地挡 其实虽然说偶尔还是会有人去占用 大概一个月下来 几万次的充电里面 大概就只有个位数 大概三台五台会去占用 那我不需要为了这三台五台 去设置很复杂的操作流程 所以你们也不会营业费失 就等于是我让好几万个人 都要为了那三五个人不守规矩 去付出代价 这样也不合理 我就去处理那几个人就好了 所以我们的位置基本上都是 尽量是自由进出 不要设在停车场里面 所以不会有停车费 然后位置大一点 大家操作起来空间比较舒服 有雨遮 所以下雨天的时候 也不需要担心说 你在操作充电的时候会淋雨 所以其实这些想法 我们在设站的时候 其实就慢慢都有想到 但是刚刚那个小兰也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现在随着电动车 数量越来越多了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站设置起来 开始我们早期设八支枪的时候 两年前设八支枪 就很多网友说你是疯了吗 你这样赚得回来吗 现在大家开始觉得八支枪 不够 完全不够 刚刚小兰提到说 他有朋友住淡水 现在淡水没有油泡了 所以他要去关渡冲 但是我们最近淡水找了一块地 那一块地我们可以设三十支枪 像你去一个大的餐厅的时候 虽然是客满 那你排第一个 你会发现好几桌的客人 已经准备要离开 所以他翻桌比较快 大型站的翻桌会比较快 所以他也可以适当去解决 这种所谓的翻桌的效率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盖的站 大概都会越盖越大 所以我们最近签了 那你们原来的这些间距都不会缩小 不会不会 其实我们最近 我们最近签了一块地 它本来是一个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目前 画了32个车位 但是我们把它画成我们的工程图的时候 我们只画16个充电格而已 也就是说除了有充电 本来就有一些其他相关设施 所以你把充电体验放在你的营收的成效的前面 当然有一块地 如果我这块地可以设更多充电 你的财务单位不会跟你讲说 画多一点赚比较多了 但是这里面就你要有一些坚持 所以某个程度来讲 现在也很多 其实现在市场上也不是只有 Upower这个充电业者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第三方业者 你会发现 也开始有其他的竞争对手 我们的竞争对手 开始盖了站 向我们的站了 其实这某程度是我要的 欢迎大家来操作业 就是如果你电动车要普及 快充这一题一定要先搞定 所以大家要觉得场地要好 充电的速度要快 然后最好这些场地就是自由进出 不会跟其他的需求竞争 比如说现在高雄 即便是Tesla的Supercharger 它有两个Supercharger 都在百货公司里面 那你如果礼拜天 因为礼拜六日 其实是充电的高峰 你六日要去百货公司 根本就是一个难如登天的事情 你光是要进到百货公司停车场 你就大概要等半小时以上 那你如果目的只是要去充电 所以我认为越单纯的需求 去满足这样子的需求的设计 其实是必要的 而且如果有越来越多业者 现在方向一致我觉得是好事 非常好 那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聊是 关于充电 因为刚刚有看到了 包括CCS1 CCS2 OK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说 我该看这种充电规格 来做比较 以及 以此来选择车款吗 我们稍微许聊 你到底叫做什么 我们在找地球黄金线赖好友 你知道地球黄金线赖好友吗 真的吗 黄金线赖好友 那你知道加入地球黄金线赖好友 有机会可以得到iPhone15吗 真的假的 是真的 赶快拿起手机 加入地球黄金线赖好友 参加答题挑战 就有机会获得iPhone15 及汽车品牌周边好礼 同时获得独家及最新的汽车资讯 赶快加入地球黄金线赖好友的行列吧 LINE 保障荣事的平等与尊严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险 拿手机扫描下方QR Code加入赖好友 把握最新的汽车资讯 还有机会把iPhone带回家 好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因为就是来聊电动物车充电的相关体验 然后大家的比较 以及有很多大家心目中的疑问 我如果经常使用快充 请问那会伤害到我的电池影响它的寿命吗 美希太太你觉得 所以大家最在意的应该就是续航里程 但是其实续航里程它影响的因素非常多 那如果就是 其实它是可以训练的 最大的原因还是可能是跟你的开车习惯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如果你发现你的续航力减少的话 其实应该不能 不可能完全是就是你说的 电池的问题 对 黄金右脚是不是 你们两位 谁开车的时候 你们那个电号会比较好 应该是我 是它是它 黄金你觉得呢 你们在使用快充的时候 会去研究说 到底我使用快充 对于我可用电量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其实像我自己换了几台车之后 我自己个人是不太管这个事情 那再加上 如果大家去看YouColor报导 还有例如说我们刚刚提出的资料 在那个Recurrent Auto网站上 他们是调查不同的族群 一个族群是 他们超过九成的时间都用快充 另外族群是超过九成 他们都用慢充 那长期下来 他们比较这个结果 会发现说 其实他们的衰退率 就是他们的续航里程 在一定时间之后 可能三年几年之后 是差不多的 根本其实 不管你怎么充 你的电池的寿命就在那边 因为它的频繁使用快充 比较少使用快充的 这个蓝线跟绿线 我们以取向来看 其实它确实不是那种 好像完全壁垒分明的感觉 它是贴近的 幅度都差不多的这种感觉 对不对 而且通常那个幅度曲线 最明显的时候 是你刚交测前几个月 那那个时候大家最敏感 你就会说 啊残了残了 我的电池好像坏掉了 我这样正常吗 各位学长学姐 那事实上就有一个十年的 说啊正常啦 就是你开的比较快一点而已 不紧张啊 越来越熟悉就不紧张 好那郑杰 关于CCS1 CCS2 我们上一段有聊到一点 是现在充电枪的 这种快充它的数量 但是如同小兰所说的 因为车款 开始热卖之后 大家可能就会发现说 他们的两者之间 我该不该去在意 目前市场占卜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还是多多少少 要稍微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圆饼图嘛 就是CCS2在现在来讲 快要占到快一半了 45% 然后CCS1呢 跟剩下的像TPC 则是各占了 大概加起来占了大概另一半 但是呢 在这一半来讲的话 TPC大概是三分之一 然后CCS1是三分之二 那Tradamo的话 因为这个四字系车 本来就比较少在车在用 所以我们就先忽略不谈 那在这样子的占比下呢 其实还有一个趋势面来讲 是CCS2其实还是在继续成长的 对啊 因为你特斯拉已经改CCS2了 我们看大量的 比较出现在像是B&W 像是Volvo 在台湾来讲 像是现代跟Key 甚至是Last Gen 都是现在比较大 汽车保有车口数的电动车的品牌 所以在以前来讲的话 CCS1其实算显学 所以但是呢 随着刚刚总有讲到了 如果说你现在看CCS2 除了特斯拉 这个当然是非常大宗的一个车型以外呢 再来则是像Audi 我们最近才看到Q4一创 它就从以前他们家 像Q8一创是CCS1 现在变是CCS2 那接下来我们即将到来像ID4 ID5 或者像那个Shikoda的NR 他们也都会变成是CCS2 那随着这样子占比越来越重 这样子一来呢 是不是表示CCS2以后会越来越不好充 所以充电业者也才把CCS2继续增加这样子的 当然啦 特斯拉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早期确实 我觉得CCS1好像数量比较多一点 是 然后后来CCS2就快速增加 但这里面还牵扯到一点 刚刚Bob哥有提到的慢充 因为你CCS1上面是J1772 但是J1772现在这么多 那万一以后慢慢CCS2多了 那慢充怎么办呢 现在公有停车场 基本上大部分百分之九十几的慢充 都是J1772 那CCS2的车怎么办 它就要用转接头 但是转接头通常是系统上 最容易出现弱点 就是它会出现系统上面的弱点 因为万一那个转接头的设置上面 或者是它不合规 看起来可以充 但它可能材料上面等等之类 没有特别讲究 它有可能会产生充电上面的风险 那因为我们今天现场呢 就想让大家知道说 好 平常大家的这种充电体验 你看后面 就是通常你如果到了U-Power 你就会看到它上面写说 我这里的充电功率360千瓦 然后呢CCS1两席 CCS2两席 Bob哥 所以你们现在如果真的在扩充占点的时候 就是CCS1 CCS2 它会一半一半吗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先一半一半 然后我们就会观察到底这个地方呢 CCS1跟CCS2的使用率到底多少 比如说我们如果附近呢 因为早期CCS2只有Tesla油 那我们如果附近这个站点呢 附近刚好有一个Tesla的超充站 而且这超充站也设置的不错 所以特斯拉车主会习惯去那个超充站 那我们那个 我们的这个站的 CCS2的数量就没有很多 那我们在增加充电枪的时候 我们就会适当的去增加 吸气的站比较多 像我们的台中 在高速公路下去 台中台湾大道那里的安和站 我们那个站就有双头龙 双头龙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一个车格上面 摆的充电桩里面 就同时有CCS1跟CCS2 所以那个位置就变成 你不管是Tesla来 我们一开始那个站 因为CCS1车主很多 所以我们是6比2 后来我们发现6比2 如果万一来了三台特斯拉 他就会变成要等 我发现特斯拉也很喜欢去你们那里 他们明明也有自己的体系不是吗 我们欢迎他们来 欢迎他们来 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些站 的确设置的比Tesla的SuperShirt好 因为有些Tesla 比如说像新店 他就在一个停车场 比较幽暗的地方 那刚刚中也提到 有时候充电的时间很疗愈 它是一个mid time 半小时 但是那个半小时 如果是一个开阔的空间 附近的周围的建物 还可以有好的人心道散散步 而且那对面就有辨密商店 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停车场 地下二楼地下三楼 是一个比较昏暗的空间 你在车上待半小时 我认为就相对起来 是比较有比一点 但讲到这里 讲到充电 OK 我之前每次想要充电 我想最大的充电功率 然后大家就想电压 电流 然后就开始 文主声就打架了 Bob哥 来 我们来让大家了解一下 充电功率的计算好不好 因为大家如果买电动车 你要知道规格 你就一定要接触到这个东西 对 因为大家都会知道说 你在买车的时候 他就跟你说 我这台车你买回去 他最大充电功率是多少 30分钟可以补满 现在大概普遍电动车的标准是这样 但是你会不会实际上去充的时候 充不到 那关键在哪里 因为功率简单讲就是 电压成电流 那电压呢 基本上你不能变 因为你买这台车 它是什么样的电压 所以就是400伏或800伏 对 现在主流是400伏跟800伏 两种 那既然你的车子的电压是固定的 你的充电功率就受限于电流 电流 对 那电流会跟什么东西 200安 500安 那电流呢 如果你要承载大电流 基本上那一条线 很粗 很粗 通常也很重 终于我知道你是 号称女汉子 我们要不要来拿看看 好 这个是气冷枪 气冷枪就是 因为它电流在流动的时候 它会发热 所以它 它是用自然散热的 所以它线要很粗 那易冷枪的概念就是 它上面有一些 冷却液 冷煤 它会把热带走 所以它可以把线做得比较细 所以它可以承载相同的电流 终于你要不要拿看看 大家就会想说 其实电流真的很重要 因为你同样400伏 你是200A 200安 或者是500 那你看 你最后最充电功率出来就大不同 像比如说你如果买了 賓士的EQE 它最高充电功率是170千瓦 但是你170千瓦 你现在去了一个充电设备 一插你发现 怎么只有80 就是因为那条线只能跑200安 所以这时候再怎么样 因为它设计上 它电流就那么小 你最后功率就上不去 它不能让那条电线溶掉 它就不能实现原厂所说的 最佳的充电效率 那我们今天来 就带大家来比较强 可能 例如说你有可能去 高速公路的休息站 然后你可能接触到一些充电站 充电枪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那个头 其实我觉得差异就很大 现在的头 只要你看到黑色 都是气冷枪 然后白色的那种是一冷枪 其实你发现一冷枪 现在在全世界基本上有 只有少数的供应商 不管你现在在保时捷的充电线上面 看到都是这个枪 那当然TESLA是自己做 它有自己的一套 但是如果不是TESLA的之外 大概你看到白色的 才是一冷的 那通常气冷的都是黑色的 你看这个线 有多粗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像蟒蛇一样 所以每次充电会觉得说 是不是要练这 等一下各位 虽然看起来都很粗 对不对 但这支怎么那么重 对 哇 我应该金都浮起来了 大家有看到吗 终于你应该算是 算有肌肉的 但是你拿 我的手其实不算特别有力 所以说实话 如果我去充电 充电站看到这样的枪 我可能会放弃 因为这个枪 这个线才太重了 女生可能会觉得 这两个虽然都很粗 但是这一个还稍微可以拿得动 这个就有点快要拿不动 这个是200安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先400伏的车子 你用这条线充 只能充到80千 但是你用这一条线 你就可以充到120了 是不是功率会高一点 可是操作真的比较费力 费力很多 所以我觉得300安的线 而且你知道 有时候难的是什么 不是这个头而已 各位 你要去想 你把它就是拉出来之后 这一条线你要跟着拉 拉一段距离 然后呢 然后你要去对你抽电口 通常就是这么了解的姿势 这个要对准的话 这个扭曲其实也不是那么 对然后我有时候就觉得 真的是 你如果滑梯就大了光 小了光 你如果落后你就很狼狈 但是我们再回答一题 就是说 那如果我今天用液冷枪 看起来液冷枪比较好吗 线比较细 500安培 又可以跑比较大的电流 但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很贵 他超贵 那看一下 来我们今天竟然都搬到摄影棚 希望能够重建这个场景给大家看 这个当然是不是真实的 终于你应该对这个枪很熟悉 因为你看这个 我们今天拿起来比较不好拿 因为实际上在操作上 他有个底座会高一点 他真的就轻多 他轻很多 然后这一支枪是500安培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的所有电动车 该所要承载的这些功率 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到的 那这条线你知道多少钱吗 多少钱 光是零件的价格就要 里面有个冷却器 含这条线要15000块美金 真的贵 所以很贵 所以但是如果你要实现好的充电体验 你真的要靠易能枪才有办法实现 那这里面你看这一台是RX1 现在台湾的电动车卖最好的 就是Tesla之外 菲特最好就是RX1 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 很多车不是400伏 有些是800伏吗 我们一般会把它归层是400伏 实际上RX1是300伏 它只有300伏 所以如果你今天用气冷枪200安 那你充电你看到那个数字 你可能会想说 你就只能充60千瓦 那原厂告诉你 可以半小时充好就充不到 就不可能了 所以你想想看 它因为RX1的最高充电功率 是120几千瓦 它基本上在300伏的系统下 它已经要跑的电流 要400多安培 所以如果你没有用这支枪 你RX1你本来期待说 我去快充站停一下 差不多半小时 我就可以补满电 你这样想象就会 所以讲到这里 观众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买电动车 你也还没有相关的体验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部分 可以让大家知道的是 有时候你去充电 你看它跑出来的那个数字 觉得很低 它不一定是这个电池配的规格 给你不好或是怎样 你会觉得说 我买车哪里 车要怎么这样 其实有时候跟你选的充电枪有关 所以整个的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要顾到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我们刚开始破题的时候 我们这一集就问说 如果家里没有充电装 可不可以用电动车 我觉得当然可以 但是如果你出去的时候 用的这些充电的相关的设备 如果没有办法搭配 车子的充电性能 那反而受限了 让你的充电时间变长了 那当然你的时间成本会增加 那你的使用便利性 你本来已经准备好说 我不装充电装 我要用快充 但是它实际上操作时间 比你原来预期来的长 那当然对于电动车的使用的信心 就会受到影响 那我们当然希望 因为影响你的评价 那我觉得 如果我站在一个 想要推广电动车的 立场的话 我大概把这个部分把它 先完善了 对 都把它完善了 好 那等一下呢 我们继续再来聊的就是 你知道现在很多品牌 它会让你羡慕就是 它比较聪明嘛 它可以随差即抽 都不用在那边操作了 不用扫码了 但是说实话 现在有这么多的业者 我们要下载很多APP 稍后再来聊 大家的使用体验 马上回来 买电动车之后呢 其实很多车主 大概有一个困扰 就是它要下载好多APP 对不对 小兰 有没有想过说 能不能有一个 整合的 对 其实我必须要讲 其实像我早期啊 刚开始买电动车的时候 那时候是因为 认识Bub哥 所以透过Bub哥 去了解说 其实U-Power的这个充电站 它跟其他充电站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呢 在我这经过这两年多 就是这样子 自己实地去很多的 电动的这个充电站 实地去充电之后啊 我现在真的发现说 像我自己最常用的 真的就是U-Power 因为为什么U-Power 因为其实你如果 像充电来讲 就像刚刚大家都有去分享说 很多的不方便 还有很多你希望它的环境 有什么样的设备等等 那以U-Power来讲 为什么我喜欢用它 因为第一个它的APP 我打开它的APP的时候 我到个陌生的地方 它就会把最 离我最近的这个充电站 让我知道 等于我不用再另外再去找 然后再来就是 它的收费 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像现在每个 这个充电站的 这个收费不太一样 甚至有的慢充 它也收得很贵 但是以他们家来讲 你就是会员 一度电就是9.9块 非会员就是11块 我觉得是算很合理 而且它其实充电又很快 它基本上都是在 人口的密度比较多的地方 或者是交通的一些热门的路段 所以变成是你如果要 单纯用他们家的APP 然后单纯用他们家的充电站 去环导的话 都是很方便的 所以我个人的话 现在是还蛮推荐 用U-Power的系统 巴伯哥请问一下 你们现在有多少站 我们现在有33个站 其实我们说起来 现在应该已经盖好的38站 我们有5个站 现在在等电 那真的 比我当时 刚买电动车的时候 其实某个程度我回想起来 我大概三年前开始想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两年前大概开始 一开始第一波 开始试营运的时候 其实我再回头来看这件事情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还蛮讶异的 因为 蛮不可思议 对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当然有一个雄心壮志 我觉得说台湾是全世界最适合用电动车国家 就算是大家没有充电 家没有装家用充电装 如果在台湾我可以设100个 然后这些人口聚落里面 附近 他家里附近都有一个5公里可以到的 覆盖率很高的话 那基本上可以让实现一个叫电动车平权 就是你就可以使用电动车 这是我的梦想 那当时我觉得我要盖100座的时候 我一开始只觉得一座充电站 大概只需要花差不多7、800万 所以我大概要准备7亿到8亿左右 但是我们现在盖一个站 差不多都要花差不多1500万 以上 所以我们现在 好激人 那当然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营运都有一些 实际上营运的收入 他也可以补充变成我们盖新站的资金 但是我们大概预计也差不多要花 差不多10亿元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差不多花了5亿元 那我觉得比较难得是有些人说 是不是盖这种基础设施 政府应该要补助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 这一体应该不需要用到政府补助 因为充电站只要有人用 他就有商业可行性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 即便我们花了5亿元 我们都没有拿过政府一毛钱 所以而且我们就进入一个好的财务的循环 那这个也大概也证明说 当时我的想法 在陆陆续续落实的过程当中 它被证实是可行的 而且可能就是因为U-Power确实它扩充它的站点非常快 而且有效 而且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我真的如你们所说的 不用充电桩 我也可以买电动车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年整个电动车的销售现况 我们看一下这个排行榜 1到7月挂牌数已经有21,686台 目前居于领先地位的Model Y 4900多台 N7 OK 厉害喔 他也将近5000台的这个数字了 然后Model 3的幻星版等等 我们看到了这个排行榜里面 前两名肯定值得拿来讨论 郑杰 对 有没有朋友他们会想说 N7现在的这个 因为CP值真的非常高 对不对 那以电池或者是说这种充电规格来看 需要去做比较吗 其实刚好就是大哥的U-Cart 他其实也有做出这样一个测试成绩 其实还蛮好玩的 我觉得因为我们一般人 不可能把自己的电动车真的开到煤电 然后在路边等拖掉 但是他们因为有后勤的资源来讲的话 他们可以做到这种 就是真的开到断电的状况 拿了这台台车呢 就是终于讲的 N7的话拿纯粹版 Model Y的话 拿它最入门173万多的RWD版本 虽然说他们能源局的数字是两个标准 一个是N7来讲的话是NEDC505公里 然后在Model Y的部分是438 但是是WLTP 那所以这就是他们是差不多电池的大小 但是他们虽然里程却有很大的差异 但因为规范不同 所以这个实验变得是很有趣的实验 你就可以真的了解这两台车认真的跑 以后会是怎么样 那他们走的路线基本上就是从 他们公司出发以后呢 就是到苏澳服务区再回来 再去再回来 走到快要煤电的时候再去林口 然后就开始把他车子开到煤电 所以N7的断电总里程是369.9 是 Model Y是463 他们要回来的时候 发现Model Y居然还有剩好多的电 还有20几%的电 他们只好又跑去了湖口 所以有那条蓝色的线 跑到湖口再跑了一趟来 去加码 对 然后回来以后呢 最后他的结果则是可以跑到463公里 特斯拉真的很厉害 他的电控真的做得更好 他足足这样子变成 每度电可以跑到6.68公里 N7的部分则是 每度电可以跑到5.91公里 有这个差异 其实这里我补充一下 因为刚刚郑姐提到说 充电其实会耗损 他虽然只有57度电 但实际上充进去的时候 他一定会比那个电池的容量 稍微略大一点 但是特斯拉这个未免差太多了嘛 所以我觉得合理的怀疑是这样 就是说特斯拉一直都没有公布电池大小 大家都是推估60度电 因为他不是60度电吗 但是他为什么可以冲到69点 我认为特斯拉有谎暴 就是他其实不是60度 因为他是长电 通常我们是想说电池大 就要跟消费者说 我电池有多大 那你买我这个车很划算 他为什么要故意爆小 他没有爆 他其实是一般推估是60度电 但是我估计他应该差不多 62到63度电 所以他的电还是比N7略大一些 大概多了一成左右 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当然特斯拉的这个Model Y的效率很好 但是N7其实就这个表现来讲 我觉得也算是很够水准 对而且大家一定会考虑到他的售价 然后现在百万内能够买到电动车了嘛 所以我们等一下继续再来聊 因为MG4他也加入了 再加上 我觉得大家因为充电站 虽然他也努力在扩点 但是因为电动车的量也一直在增加 那个中间平衡的状况如何 稍后续聊 现在买电动车真的不要说高门槛了 因为大家都已经看到N7 还有MG4开出来的价格都很漂亮 本期太太你们也去体验过了 对不对 对 感觉如何 我觉得N7很不错 因为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就是价格嘛 我们刚刚都有提到 那大家现在台湾如果在买家庭用车的时候 我觉得大概预算就是差不多这个百万附近嘛 所以我就会推荐我的朋友 如果他真的预算就是可能只是90万 我觉得他也可以值得去试试看 因为你只你就是只要多一点点预算 你就可以拥有这台电动车 然后他又可以车速又有V2L 都就是然后还有Level 2的辅助驾驶 真的是蛮值得的 就这些功能都会让你觉得很划算 对 那Cam 你评价 对MG4来说我印象比较深刻 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它是一台偏休旅的电动车 一试的时候发现它是偏钢炮 可是这个事情就让我觉得 你是X-POWER版吗 对 这个是让我更期待欧洲所有的先辈小车都存电话 因为他们的驾驭体验会更好 但说实话 我几次去欧洲出差 我真的觉得我在欧洲看到电动车的数量 没有很多 Bob哥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我觉得你在台北你会觉得 其实台湾的电动车目前的数量占所有的车才1% 可是我们觉得能见你感觉要超过 你是不是觉得也超过 你到底在说什么 那种地球黄金线赖好友 你知道地球黄金线赖好友吗 真的吗 蛤 黄金线赖好友 那你知道加入地球黄金线赖好友 有机会可以得到iPhone15吗 真的假的 是真的 赶快拿起手机 加入地球黄金线赖好友 参加答题挑战 就有机会获得iPhone15 及汽车品牌周边好礼 同时获得独家及最新的汽车资讯 赶快加入地球黄金线赖好友的行列吧 LINE 地球黄金线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首车数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这是树立的 我们现在自驾了 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踩下友们 地球黄金线邀您一起上线